猫鼠马上快四年了 花了整整四年做了一个半成品的游戏 说真的 我的体验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他们问的问题 玩法外星人如经典外星人玩吧等 当然选择一般般了 游戏环境非常差 充值非常差 地图非常差 社交非常差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怎么还有一项让我看一下 角色 角色当然是平衡了 平衡当然也是非常差了 这还有响吗 你在考虑什么点一般般 当然是点非常非常差了 您对角色感到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这东西还有说吗 你又没有玩过游戏啊 角色更新速度 角色的平衡难道不是问题点吗 哎呀还在羞于什么 还有于还有于 就是那个角色更新态吗 这还有犹豫吗 没错就是他 然后打出你想说的一句话 OK 这一项我们就算过了 猫鼠没新角色了 猫鼠有新角色吗 猫鼠上一个新角色更新是什么时候 大家是不是忘了 平衡能不能做一下 一个赛季更新一次角色更新一次平衡会怎样啊 您对地图感到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这还用说吗 地图平衡性不佳呀 然后我们再选什么下 地图玩腻了 地图能玩腻吗 地图根本玩不腻呀 对呀地图缺乏乐趣 你能不能少一点拳头盒子 少一点陷阱呀 能不能别再设计陷阱箱了呀 真的真的玩游戏感觉到绝望了呀 或者能不能做一个陷阱箱 让猫或者老鼠来控制这个陷阱 这样才好玩 你到底会不会做游戏呀 下一题下一题 我感觉我已经无敌了 说真的 您对玩法有什么最不满意的 当然是匹配天梯了 还只能选一项 那就匹配天梯没问题呀 哎匹配时间太久 能不能选三项啊 匹配机制不合理啊 特技影响平衡啊 还每天喊着削特技削特技 能不能把特技删掉 把商店删掉啊 还有一个点 一万分 为什么能匹配到一起呀 对方猫一万分 我只有一分都能匹配到一起 对有一万分 我一分我还能匹配到一起 我玩个垂垂呀 社交体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当然是留言板啊 应该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可爱在我 留言板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当然是留言板啊 您对游戏环境感到不太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啊这个东西还用说 你又不是玩玩游戏 看别人会不会直接疼爱你的父母 不就知道了 说真的 这一项真的很难选 如果可以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能不能不选一两项啊 把所有的选项都开开啊 让我全部选 全部选完之后 我还要打字 哎 说真的 服了 为什么开个调查这种东西 还不把权限全部放开 说真的很离谱很离谱很离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调查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个调查会不会去更改游戏的一些现在的环境呢 说真的 啊 这个问题不用我说吧兄弟 当然是暴率太低了呀 如果暴率高的情况下 说白了我去抓一只老鼠抱一个SP 谁还不喜欢玩这个游戏啊 说真的 非常非常离谱 我建议 有些东西直接开成64的 一路 八倒架 然后 只要冲着之后 天是被 地是床 想睡哪里 睡哪里 OK 我非常喜欢这个选项 是兄弟就来砍火 看老鼠就有暴率 一想想就想 猫鼠这个游戏立马 就会 直接直接直接 火爆全球 你是否超过半个月没玩猫鼠 后来又回回回归了啊 我有没玩过猫鼠吗 好像有没有玩过 但是我不选 亲爱的玩家 若您对游戏任何提议或者意见 欢迎唱所预言 策划出来 能不能不要摆烂了呀 能不能做点事呀 能不能出来扫扫地呀 能不能进化一下游戏的网络环境呀 策划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这封信呀 你站出来呀 能不能把商店删了呀 能不能把特技也删了呀 为什么还削弱特技呀 那已经做的是稀碎了 稀碎了 为什么还每天削弱加强 削弱加强 能不能直接把它删掉呀 嗯 猫鼠是好猫鼠 游戏也是好游戏 欢迎大家来 请问您的信息 这东西我还用说吧 我当然是别人透露了 多少岁 能不能开个82岁的选项呀 我都50岁了 好了 感谢您的支持 祝您在猫鼠中游泳更好的体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